各位同學們,大家好。我是羅德耀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陳文珍。 我今天想說的是,中西排隊方式不同的地方。 我覺得中國和美國的排隊方式很不一樣。 對我來說,這個排隊們其實特別有意思。 美國教堂的孩子需要排隊,常常對孩子們說怎麼的味道。 就是因為美國人認為排隊是很冥貌的。 就是因為美國人認為排隊是很冥貌的。 如果你排隊是很冥暖。 排隊也不只是跟民貌有關。 而且因為美國人覺得是跟衛生有關。 如果每個人都站著太近了,是更容易傳染。 所以每個人覺得我們需要排隊。 我從來,我去北京從來沒看過那麼蠻的排隊。 在北京的第一天,有很多人堅持得太忙了。 尤其是五點到七點半,有時候人不能上車。 我覺得真是太麻煩。 而且我覺得中國的排隊是不但很麻煩。 而且很惡心。 而且很惡心。 因為人都常常一起擁擠。 所以擁擠的時候,如果一個人感冒了, 特別特別重量傳染。 這個會讓人的健康不好。 而且我覺得這個所有的人都一直擁擠。 會讓人特別緊張。 所以我覺得也是經不好。 我覺得北京的排隊問題是跟人有關系的。 因為在北京人是特別多。 我不要說的是中國人應該介紹西方的影響。 但是我覺得如果中國人把這個排隊方式淘汰了, 會讓北京的一切更好。 謝謝大家。 謝謝。